先就是说它是尊敬的意思 就是用手捧住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以前我们在讲尊的时候 常常用作为酒杯 因为酒杯呢 我们端着一个杯子 里面也是酒 也是用手拿着 来我敬你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两点看一下 我说过它字比较扁 所以你就不要把间隔距离写得太大 它这个是中型的长短 接下来它的这个呢 是有一点稍稍带偏向里面 但是呢 这个左右长度 不建议你写得太宽 不是不要写太长 看起来它是写这样 对不对 如果这边要写的寸 直接写寸的话 我是不是要把这一条线拉长 但是因为我觉得它这边 有一点像少掉一条线 所以我自己自行写了一条线 不用了 我们应该这样就可以 那你的间隔距离不要差太多 看一下经典笔法 笔点住以后向后拉 不用按 直接原地 手不要转 你的腕部不要转 直接比轻轻往上拉 有点拉到上来的时候有点按压 按压然后再手提高 提高 变成走正的 有没有看到它变完全平的 有 那我到了这边我要往下按对不对 对 我笔毛减少 好按 好按 好 1234 这个叫射笔 射笔不是为了让它出现顿顿顿的那种波浪 不是 是因为它每一笔有部分重叠 我这一步走完以后 我有一点从这里再起下一步 然后我下一步又从这里开始走 往前走 然后我下面那一步我又从这边开始走 然后呢 它不是 你如果把它停停走走 就会变顿顿波浪 但是它只是告诉你 我们的行笔是 是慢速的彼此有一点小重叠的方式 就欲走不走 欲行不行 想要走但走不快 那种感觉 听到吗 好 所以你下一个礼拜 如果你带了神以默 我就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彼此会重叠 跟我们人走路一样 我们人走路这一步走出去 你的这一步呢 会这样对不对 所以它有一点点是两个重叠的 再往前走 你有这个地方是重叠 你靠着它来支撑的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一步呢 按照我们黑铁的写法的话 它是在外面 好 外面呢 围围向里面 好 围围向外面 提 贴 拉长 好 稍微提上来 好 约列在这个底下 这个棋呀 棋就是一个玉再加一个棋 好 也是经典笔法 这个很短哦 很短 线条很短 也就显示这两个横画之间的距离 很近 是的 微微的小起伏 好 注意它所有出现的小口 小口不是小狗 都是向左后下 拉上来一个小鞋 然后这一笔它走得很远 但你不要写长 你贴 不要写长 写长了就没救了 好 这个大 中间的上方一点点 好 我这个是 也是经典 可是你有看到我这里就是一个圆盾的头 嗯 笔呢 贴好以后向左再向右 好 约列在中间的地方向上 向上过后 过了横画以后 微微一点斜 左边 看不太出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这手提高向左 好 慢慢的按拉 好 在这边 笔 给它尖一点 收拾尖一点 好 上去再下来 好 稍微比左边要长哦 好 向右 向右 有没有看到 我好像停停走走 对不对 但是你停停走走 还是要让它不要有波浪状 那才是对的 嗯 但是 又是对的 改变道